上班一族文米花曾经在知名公司上班 案子多的时候忙到半夜两三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当时每个人身上都挂了七八个案子 虽然各自负责本分工作 但小组之间有时人得互相支援 忙得昏天暗地时 偏偏小组的另一位非直属主管 逼把脑筋冻到我身上来了 不但要我帮忙一个重要的案子 还限定几天内要给出来 困难的是我当时还得忙另一个案子 如果做了B主管的事情 可要耽误自己的工作了 但要是直接拒绝B主管 不但可能的牺牲组内的同事情 还可能因为案子拖延 配上得罪客户的风险 而如果不拒绝B主管 那我就得加班到凌晨六点 才有可能同时完成自己的案子和B的案子 到底要背负罪名 还是牺牲睡眠时间 让彼时的我实在陷入了两难啊 经过一番交战与思考后 决定写信大主管 并同时备份给自己的主管和B主管 询问到底我该先做哪件事呢 大主管当下回信才觉 要我先做好自己的案子 至于B主管的事情 他另外找人帮忙 啊哈这价完全解靠而B主管得到上司另外的支援 也不会因此怪罪于我 原来有时拒绝的妙法就是找个有权力的人讨论自己的困境 而不是把自己逼到绝境 下次要是有同事要求你帮忙 记得问问有权力的主管说 老板我工作排程有些问题 可以讨论讨论吗 拒绝就要硬起来 脱欧经营 嗯